顶着大雨 反中科扩厂支救会高举标语 发出愤怒的宣言 由台湾护述团体联盟 和生态学会等公民团体 发起第二次的反中科扩厂游行 宣示他们的决心 要来维护市民的健康 我们这些污染必须要减量 因为我们的PN2.5 以及我们这些相关的工业污染 都已经超过了农环境的含农能力 尤其是国安国小 这些小学生 这些学童天真活泼居然承受的 在校园里面承受的是 治癌风险的容许值的100倍以上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无法忍受 我们希望能够厘清事实 我们要求台积电不能在这边扩厂 我们希望台中市政府 赶快进行健康风险调查 我们现在已经有调查出来 它的整个健康风险 它是高于一般其他区的 譬如说它的治癌率 还有它的整个离癌率的可能性 都在增加的时候 那中科是不是适合 让台积电要继续进来设厂 环保团体拿出图卡指出 中国医药大学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 就指出 中科附近的致癌风险 全都超出容许值 而其中国安国小的致癌风险 更高出容许值的100倍 与厂商所提供的书面资料 有所差异 要求政府年底前 进行中科台中园区的健康风险调查 那事实上它带来的水污染 空气污染 在社区这边 其实居民一直都有在反应 那我们比较遗憾的是 每次我们来关心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数据 都是由厂区自行提供 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它的整个环境影响监测单位 它是属于自主管理 那它对于地方周遭的居民 常常就是用回馈精来平息 在水的污染里面 它的这一个原来 中科没来的时候 我们的地下水的 种菌落数 跟中科来了之后 种菌落数差了25万倍 差了25万倍 另外中科的排放水 它的这个导电度 从它设厂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做一个解决 霍树联盟和生态学会等环保团体 希望民众和市议员 能共同站出来推动联署 要求停止中科扩厂 保护大都塞53公顷的森林 同时也维护市民的健康 反对中科毒害 反对中科毒害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